奥特曼在地球上大多都有人间体 而其中呢 杰克奥特曼的人间体 香秋树的扮演者 传次郎老师啊 堪称客串黄魔 在整部奥特曼系列中啊 当属他客串的最多 那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他都在哪些奥特曼中客串了吧 艾斯奥特曼第十集 刚一开始啊 便看到了超兽破坏城市 贝斗拿着新星武器 瞄准超兽的时候啊 见到了一个男人的下半身 出现在他的瞄准镜子 贝斗一想 这不行啊 于是赶紧就避开了他 再次瞄准 但是能看出来啊 这家伙是故意的 贝斗瞄到哪呢 他就跟到哪去 气氛的贝斗直接上去推倒了他 这个人啊 不是别人 正是香秀术 香哥呢 拿出了他自己发明的奥特雷射枪 一发就瞄了超兽 到底是我香哥 刚登场就抢了主角贝斗的风格 推到塔克队疗养的香呢 一系列的反常行为 引起了贝斗的怀疑 原来啊 这个香不是真正的捷克人间体 是安吉拉性人 假扮成香的模样 最后献出圆形的他 被塔克队的新武器炸得很碎 泰罗奥特曼33集 这集可不光是香秀术 光太郎特意的请了他几位哥哥 来到地球上吃烧烤 而这几位哥哥不是别人 正是初代 塞文 杰克 艾斯 这几位 这四位的人间体啊 早天 团 香 以及北斗呢 也都亮相在大家的面前 可怜我的左肥啊 本来战绩就胜多败少 这次兄弟们在吃烧烤 自己却在宇宙中去罗 倒霉的怪兽啊 碰到了奥特曼在地球上几惨 哎 想想就心疼哈 泰罗奥特曼52集 这集中 德罗姆在宇宙中打败了杰克 来地球寻找泰罗 香秀术这一集和上一次吃烧烤的状态 完全不一样 没办法 自己被怪兽打败了 身受重伤 而这一切啊 还让自己的弟弟 泰罗知道了 最后还被怪兽拿走了计时器 而漏了气 这当哥哥的面子往哪哥 雷欧奥特曼34集 你别说香秀术还真的挺倒霉的 基本上次次客串吃鳖 而这次在雷欧中钢灯场 又躺在石头上 还戴了个口罩 原来是在送快递的图中呢 碰到了想要抢怪兽球的阿修拉 被人吊起来打 而那个口罩就是为了封住他的嘴 虽然最后阿修拉被杰克和雷欧联手打败了 但是这集啊 香秀术除了不能说话之外呢 为了拿回怪兽球 还被小孩子给打了 是真的惨 还有在孟比优斯中和奥特曼传说中呢 也都有出现过 而且同样是以杰克奥特曼的人间体的身份出现的 但是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时候啊 还是得感叹一句 岁月不饶人啊 好了 这就是在奥特曼中客船最多的人间体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观众我们的动漫兽球员 我们下期再见